健身女神章生活正能量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如何设定人生目标 这回又深刻了是吧 其实不是 挺简单的 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的话 从来没有落实到 外的声音有点吵 从来没有落实到这个笔上 指头上的话 那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一起来做一下 因为非常简单 整个过程呢 根本就不需要像你想的 冥想啊 琢磨啊怎么样 其实就需要大概30分钟的时间 所以跟着我这个视频做 我就会告诉你一步一步怎么做 所以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 拿起一根笔一张纸 别老想拿手机或者怎么着 最好就是写 就好久没写字了吧 是不是都提笔忘字了 拿出一张纸 然后一根笔 然后就穿穿穿写 我会一边就是 咱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一边指导大家 一步一步一步的 真的是挺有意思 我前两天又是 又用了一遍 这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 Tony Robbins 对吧 他那本书里面也有写 怎么设定人生目标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还是 就是 就不会让你脑子里特别乱 不知道从何开始 这很清晰的一个思路 也很简单 好吧 那咱先就开始 然后开始之前呢 还是先说几个小规矩 这也是Tony Robbins 是吧 这个成功学大师 他谈到了说 要注意你在写的时候 要很快的写 不要想太多 就是你想到哪就写哪 写得快快的 还有就是要注意 不要写这种长篇大论 是吧 因为你你就是 就几个字就可以 或者几个关键词 让你自己能看得懂就行 不用长篇大论 越简单越好 不用老想着 我得去怎么论证的 然后怎么描述它 对吧 就特别简单 比如说我最近在练这个 这个道立 然后就写道立 是吧 或者练道立 比如说我想 我想 自己还挺爱唱歌的 想录个什么 什么什么专辑之类 像录音朋友的都挺发达了 随便 普通人都可以当歌星 对吧 那就写录歌 怎么都非常简单 然后第三个就是 要注意的点 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 之前我也说 我孩子在小的时候 最天真 最无邪的时候 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儿童时期 幼儿时期的那些 创造力 好奇心 等等 其实都是被一点点抹杀的 就是听起来好像很 很那个消极 其实就真的是这样 你的社会 你家人的朋友 告诉你 这个要小心 这个要注意 不要这么做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其实你很多的想象力 就是在孩童时期 就是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就需要像一个孩子一样 写出的 任你想象 去写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吧 任你想象 所以就是相当于也是 不把你自己的大脑限定住 让你能 给你足够的空间 让你做想象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只有你的目标远大 你想象的空间很大 这样你到时候真正达到目标 你就能会更高 对吧 如果你想象空间就很小 等你达到时候 可能又是他百分之五十 就更少了 所以其实之前 之前川普 就是Donald Trump 也说过一句话 就说你定大目标 和定小目标 就是要花同样的精力 去实现它 其实小目标要达到 也得需要费力 大目标也要费力 对吧 那你何不就定个 非常大的目标呢 这是他之前也说的话 所以这个三个一点 三点就是 要写的非常快 所以就不要想太多 第二就写的比较简单 不用长篇打论 第三个就是 像孩子一样 把你的天真和创造力 都发挥出来 好吧 这就说完了 现在听好了吧 拿好笔了吧 已经准备好了吧 没拿赶紧去拿 等你一会儿 现在咱们就来 一步一步的手把手 教你如何来制定人生计划 当然你也可以暂停 然后看我的视频 的时候暂停 然后去想去写 会给你留出时间 我也会告诉你多少时间 然后开始设定计划 你的人生计划呢 分为四个叫什么 方面四个部分 对吧 咱先说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你个人成长的目标 什么叫个人成长呢 它就是 先跟大家说 就是有哪几类吧 给大家这些 一些想法 然后写你的个人成长的时候 大概你就是 大概想五分钟就可以 就是脑子里想想五分钟 然后差不多 在想的同时你就写嘛 对吧 要简单 所以可能几个关键字 所以就五分钟 就是你边想象 想你的人生的 比如说这个个人成 个人发展 个人成长的这个目标 五分钟写下来 然后再用一分钟呢 把你写的这些目标 比如个人成长里头 比如你写了十个 每个里头 就会安排一个时间点 对吧 有截止日期的梦想 才叫目标 你没有放截止日期 那你永远是梦想 永远就达不到 所以我就先说一下 大概流程什么样 然后之后呢 再花两分钟的时间 挑出其中一个 一年的目标呢 然后写一个 两分钟的一个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重要 或者你为什么 要达到这个目标 为什么这对你来说 是最重要 你为什么是这么 对他有激情 对吧 然后 这个也就是说 刚才说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吧 个人成长部分 咱们不是有四部分吗 所以就大概就是 八分钟时间 然后每一部分 花八分钟 然后四八三十二 就大概半个小时时间 所以就刚才讲解一下流程 所以个人成长 什么叫个人成长呢 给大家一些启发吧 比如说 你想学一些什么东西 你自己想学一些什么东西 可能跟你的工作 跟什么都无关 就是你个人的成长 或者你想掌握一些 什么样的技巧 技能 比如说你想学 不知道游泳 打乒乓球 学骑摩托车 学滑板 等等等等 对吧 或者说是说 你想让你自己的性格方面 去培养一些 哪些的性格的一些东西 比如你举个例子 你可能会被爱生气 爱着急 或者怎么 你可能要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 对吧 或者是你就比较消极 你可能想自己变得比较 就是快乐 比较积极一些 等等 这些性格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你比较爱嫉妒 那你就想啊 怎么着 就是说 我以后就是心态平和 多看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就不会让自己那么 那么去嫉妒 对吧 嗯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你想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你的朋友 你的周围的人 也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影响 进朱者 赤 静默者 静默者 嘿 想想你周围的 最好的研究发现了 最好的五个朋友的 什么什么的一个 婚姻的一个幸福情况 或者感情的幸福情况 平均值 那就是你的 他们的 你的最好的五个朋友的 这个工资 或者挣多少钱的平均值 就是你的 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肥胖的程度 或者健康的程度的平均值 就是你的这个平均值 所以你跟你的朋友之间 都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对吧 你想要什么样的朋友 还就是 就是就是比较general的 就是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比如说我说 我想成为中国第一健身女神 呃 我想要我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呃 十周变身计划成为 中国第一的这个改变身材 或者健身APP等等 对吧 你想要成为上的人 成为 中国第一健身女 那你肯定要付出 你肯定要就是 那个别人大吃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用一些心理上的技巧方式 那你就不能大吃 人家玩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看剧的时候 您就得训练 对吧 这都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然我的计划 对吧 我最后也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最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通过这个做出来之后 还有就是 这就是说的更重要 就跟这个健身又更有关系了 你 对你的身材是否满意 你想成为 就是 比如在身材上 在你体能上 在你这个这个身体健康方面 你有什么样的 希望有什么样的改观 你是希望减脂 希望增肌 你是希望有这个腹肌 对吧 你是希望 不知道就是 就是有什么样的身材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你个人成长这方面 还有他就说什么 对 比如说你想 去 去 比如说 这个这个 每天健身 我不知道 十分钟 或者每天拉伸 十分钟 或者你想成为一个吃素的 素食主义 vegan 对吧 都是可以的 你想去跑 马拉松等等 这都是你个人的一些成长的目标 当然还有 就是说 比如说 你有一些害怕的东西 比如你 你怕高 或者怕水 或者害怕 坐飞机等等 世界上第一的这个fear 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public speaking 就是在众人面前讲话 去发言 那你是不是想克服你这个发言的紧张 你可以参加一些课程 或者去做一些学习 是吧 这都属于个人成长 或者你想学游泳 或者是你想学一种语言 学法语 学我现在在学印尼语 是吧 你想 我不知道 学一种什么舞蹈 或者像 之前像我特迷钢管舞 我可能早上还要去练 这都一聊就差不多五分钟了 是吧 因为这五分钟 就是让你大脑去brainstorm 去头脑风暴一下 然后用这五分钟 把你的关键词写下来 所以在我说的时候 你可能想到什么 就可以直接写了 就是个人的发展 个人的成长 对吧 可能跟你的工作 不一定是要相关系 然后或者你想学习一些什么 或者你想成为一个交流学生 等等的跟你个人成长 给自己做一些事情 对吧 或者想读多少书 好 我希望你刚才已经利用的时间 这也差不多五分钟了 然后写下来了你的这个目标 对吧 现在呢 就是要做的就是 比如你刚才写了十个 还是几个 不知道五个 还是两个 用这个一分钟时间 很快的想一想 给每个目标制定一个截止时间 比如说在一年内能完成的 一个月到十二个月之内 一年内 只要一年内能完成的 就写个一 两年内完成的写个二三年内 以此类推 好吧 所以你应该大概能有一个心理的概念 或者你想 它是完成时间是多少 所以就很快的写一二三 等等等等 你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写完了 然后就 之后就是第三步呢 就是你可能也许有三个一年的目标 或者有四个 或者有两个等等 挑出最对你来说最重要的 对你来说 听到这个目标 哎呦 这个这个心里就特别有激情的 特别让你这个 这个叫热血沸腾的这么一个目标 一年的啊 一年时间完成 挑出一个一年时间完成的目标 好 想好了没有 应该就想好了 你这个目标应该会让你这个浑身 充满激情对吧 然后花上 呃 两分钟的时间 写一下 为什么这个目标让你充满激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 比如说你说我想减三十斤 我想减二十斤 我想看你到腹肌 我想练得跟健身女神章一样好的身材 没有没有 没这么好 我也要再努力 比如说你想 不知道学一种语言 你想打算出国 或者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为什么这个就这么让你热血沸腾 你就这么想做这件事 比如说我说我想练这个 呃 道立 我就是想练道立 我就一直梦想 早以前小的时候 我就觉得哎呀 看着多多酷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都可以 不要觉得可笑 都可以写下来 我就是觉得酷 我就是喜欢 我就觉得我比别人会多一样东西 对吧 也是可以的 呃我或者我觉得我自己身体就变得很 有力量很强壮 如果我练会了这个的话 都可以 怎么着都行 所以现在要花两分钟的时间写一下为什么 很简短很简单的理由 这就是之前呃也是上一期说过 man's 我上期可能说错那个名字了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这个Victor Franco 这个教授他写这本书 就说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活着 或者说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 它的意义 只有知道它的意义 你才能经历任何的这种条件 什么样的状况 你都不在话下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再苦再难再累 你也去会去做对吧 所以这就是要知道它为什么 所以这要写这个为什么非常重要 如果你做件事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减脂 我为什么要瘦 为什么要瘦三十斤 哦我是为了想穿婚纱 哦我是为了想去追这个男生 我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 我是为了更自信 我就想为了好身材 我为了备孕 我为了这个这个 重新穿上什么衣服等等对吧 你就要有这个 这个决心 这个意义所在 这样的话才能驱动你 就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每天都去做 而且就是奔着这个梦想 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非常重要 好 现在这也是八分钟过去了 吧 然后第二大部分 刚才第一大部分说完了 个人发展 第二大部分 就是跟你的职业 跟你的事业 跟你的这个 这个 它叫这个 Economic 对吧 跟你的这个经济方面就是财力 钱财 你怎么挣钱 除非你就是真的不需要钱了 那一般人还是需要一些钱的 对吧 职业事业 就是跟这个挣钱方面有关系的 这是第二个目标 对吧 也是要花五分钟的时间 写一下你的这个职业计划 事业 创业也好 或者你想赚多少钱 等等的目标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些提示 让你去有个概念 比如说 你打算一年挣多少钱 一百万 一千万 还是多少 对吧 还是说五十万 十万 等等 一年你打算挣多少钱 或就是说你的目标 对吧 是是是多少 写多少都 写多少都行 你就觉得你就想要这么挣这么多 都可以写下来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你自己要有公司 你自己要做生意怎么样 你有对你自己的公司 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小生意 有什么样的目标 比如说我做这十周变身计划 我就要想让十周变身计划 成为中国第一个改变身材 或者健身的APP 第一健身APP 大家一想到就说 哎 十周变身计划 想改变身材 就找这个XS10 对吧 张叔或者健身女神张的十周变身计划 或者说你 比如说你要真是有大公司的话 你可能想把大公司上市 等等 这也是可以一个目标 还有就是 你想成为刚才我说的对吧 在这个健身行业内的一个leader 一个领头人物 还有就是说 就是你想存多少钱 比如说你现在一直都是欠一屁股债也好 或者月光也好怎么样 比如说我说啊 今天我想存多少钱 对吧 这也是一个目标 存钱干嘛 比如你存钱 你想我不知道卖车 还是旅游 还是给自己怎么制备一件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想退休 比如说这个是吧 如果你真有被动受 那你可以退休了 不用衣食无忧了 就可以去做想最想做的事情 还有你想拿多少钱来 比如说去投资 然后这都是跟这个经济方面 跟你这个财力方面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说你想什么时候 对吧 哪年你就可以真正达到财务自由了 其实我现在也不能说我自己达到财务自由 因为还是在创业初期嘛 对吧 真的是财务自由 还是像这个最终目标是前进着 还是要努力的 然后就是说还有什么 Tony Robin这里给你的提示 那个我也是做了很多的记录 大家看我这 我这正想的 对 然后还有说就是这个这个 刚才说还有什么来着 不要着急啊 等一等 对刚才说你要存多少钱 然后对 还有说你要花多少钱 就有计划是吧 你存钱花钱都是有计划 多少钱要花在这个旅游上面 花在这个 其他的你的这个要买的一些 我不知道 比如说你想买个switch 是吧 这个玩游戏的游戏机 或者你想买一个什么古董 不知道 还有买钢琴等等 这些都是跟经济有关的 还有包括你的事业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事业的巅峰 成为总经理 成为总监 成为什么CTO CEO等等 或者成为这个部门的主管 对不对 都可以 为自己设定这个目标 所以这五分钟也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还是一样 给你写下来的 不管你写了几个目标 时间点 放上比如说这个一年 那两年三年四年等等等等 好 差不多了吧 时间这样你也写好了 还是一样 然后再挑出一个最重要的一年目标 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一年目标 就看到这目标 我心血沸腾 然后就是必须要达到 让你特别有激情的那种才行 找好了吧 然后下面就花两分钟的时间 还是一样写出来 为什么这个目标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你为什么就必须要达到 而且是今年就要达到对吧 未来12个月之内 这个 这个 这一年又要过去了 这个还是挺快的 2019年你就要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你现在已经看的是2020年的话 那就是下一年 anyways 好 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叫 它叫toysadventure 就属于这种好像是一种 比较 更像小孩一样 你的疯狂的一种 一种一种经历 也好 一种 你想拥有的 他说是toys 想玩具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梦想 想买个这种特斯拉 这个叫 特斯拉这个车的话 Tesla 这也算一种toys 对吧 相当于 就是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这个不一定啊 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adventure 或者说一些经历上的东西 我之前说过 最重要三件事情 就把这个感恩 经历 还有你得达到你的目标 相当于每天的进步 所以你的经历 所以toys和adventure 相当于就是说 是物质上的东西 或者还是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 什么是toysadventure呢 这第三部分 比如说 我之前就说 我说我想去南极 对吧 这就是一种adventure 我想去这个汤家 跟鲸鱼去游泳 在大海里头是唯一 可以跟鲸鱼游泳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已经查了一些东西 然后特别想去 其实这些都属于adventure 就非常狂野的一些想法 甚至说 就是说去西藏也好 或者你登珠穆朗马峰 或者是不知道 然后 就是你想经历这些事情 你想跳伞 都是可以 或者说是想 我不知道去哪个国家 然后怎么怎么着 反正他也说了 就是去马尔代夫 跟这个海豚游泳 然后等等 就是用你的想象力 把你在这世界上 想经历的一些事情 然后都想 或者说你想去哪个国家 你想自己做点什么东西 做一个手工也好 或者说你想去 去盖个房子 我不知道 然后你想去非洲大草原 去跟那个 这些狮子去合影 等等等等 还是比较就是 就是怎么说的 可能跟旅游更多一些 更相关一些 但是也不一定 反正就一些经历上的东西 对吧 或者说你说 我想做一次头等舱 也行 或者我想买一个 什么全球的那种机票 连票 能全球什么十几个国家 然后就 就连价机票 整个全 环球 飞一圈 好了 现在应该差不多写完了 然后 就是把你写的那些 然后再给他 定一个截止日期 你觉得今年能做这个 明年能做 今年去西藏 明年去南极 然后再去看鲸鱼 然后怎么跟鲸鱼游泳 等等 是吧 然后把其中最重要的 让你心血沸腾的 那个一年目标 一个 挑出来 花两分钟时间 现在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对吧 花两分钟时间 写下来 为什么 这个对你来说 最重要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 这么去想做这件事情 好了 下面说一下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 我觉得它就是 怎么说呢 还是 用一种比较 比较人文 而且是比较 就是 你想想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它说叫 contribution goals contribution goals 那就是 你对社会的一些贡献 比如说 就是 算是一个群体里面的一种 一种核心的东西 比如说你想去非洲 去援助那些 那些非洲的那些儿童 对吧 去义务教育 当一些 义务当老师啊 等等 或者去 去做一些 慈善那些活动也好 哪怕就是说 还有就是 今天我那个朋友 说去孤儿院 去过生日 说在巴黎 巴黎岛 或者印度尼西亚吧 应该是 这个是一个挺 挺传统的一件事情 就生日 在孤儿院 跟那些孤儿一起过 是吧 这也属于一种 contribution 对于社会的一种贡献 或者说你自己 我不知道 比如说 我们之前也是 都买的那种 木头的竹子的筷子 然后到哪都带着 就不用外面的一次性的筷子 其实这也是对 社会的一种环保的一种贡献 等等 或者说你去 去什么 去海边 去清理那海边的垃圾啊 然后去做一些 义务的东西吧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西方更加的体现的更加明显一点 应该是这样 这是我个人体会啊 可能国内的事 国内可能更是 这方面也稍微差一点 或者你说献血 这也算一个贡献 好吧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会增加一些 一些大家对于感恩 包括对于去帮助别人 让你自己更幸福 其实这也是幸福的一个来源 对吧 你可能会就是更感恩你现在的健康和幸福和家庭和稳定 有一些帮助 需要你帮助的人能得到你的帮助 是这样 不管是救助小动物也好 或者是保护热带雨林也好 保护宾威动物也好 这都是你可以做的一些事 你可以想想哪些事情能让你 真的是有些时候很多人 以前不知道说去非洲帮助那些 那些非洲的什么儿童啊什么的 真的是很贵 都要自己花钱 去申请都不一定能申请得上 所以真的是花钱去做这些事情 那就可见 他这个内在的动力有多么的大 对吧 OK 我希望也能想到一些 不需要特别特别大 惊天动地的 哪怕是帮助别人 或者给社会做一些小小的贡献 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时候是或者说给盲人去读一些文章 读一些故事 反正就是对社会一些帮助吧 还是我觉得你应该能想到 想一想尽量想一想 然后再把这些计划呢 也是附上一个时间点 一年两年三年 然后挑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年的这个目标 然后写下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来说对你更重要 真的有时候你能这个回馈社会 并且想到一些能帮助其他人一些东西的时候 并且去做了 哪怕是很小的件事情 还真的是真的是挺开心的 觉得在这个社会还有其他人需要你的帮助 有很多人的生活不如你 或者各方面都是就是在你的下面 可能你没有注意到 但是你真的帮助他们 对自己也是一种感恩的心 真的是这样 好了 然后就花两分钟时间写一下 为什么这个目标对你更重要 所以现在就差不多 你看我说着已经差不多24分钟了 就差不多半小时了 也希望你刚才就是通过我说这些东西 也真的拿笔去写了 对吧 没光看着 然后真的跟下来了 如果刚才没跟上 可以重新再看一遍 然后重新再写一下 这个视频真的可以反复用啊 也可以暂停 然后去写 我觉得很管用 思路会让你很清楚 一条一条 各个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不是只在一方面 不是只想着赚钱 只想着升官 是不是 只想着是怎么样 是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一个平衡 真是有一个平衡 而且是一年的目标 为什么要一年的目标 这个就是最近的你可以达到的 您这一年都达不到 您还想着两年三年的 就对 先把这个近期的目标达到 而且是特别人让你热血沸腾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设定目标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 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所以而且最关键是你可以反复使用 你看你今年一年目标如果你达到了 然后你明年还可以再用 或者你看一下之前写的这些目标是不是有变化 因为你一年肯定也成长了 读了很多东西 见了不同人去了不同的地方 你把你之前的目标又可以修改一下 以前的两年的目标什么变成五年了 还是变成一年了或者三年的怎么样 都会有一个变化 所以不断的去修改 你就能发现你的人生又能找到不同的目标是吧 这就是不同意义 又接到上次说这个视频 人生的意义是随时变化的 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 你肯总能在你做的事情 想的事情 说的事情里面 找到它的意义 是意义是由你决定的 而不是你去外面去找 是你要扪心自问的 对吧 所以希望你能也从今天这个设定目标的这个 这个视频里头特别激励啊 然后去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也能做下来 然后也能发现 自己的目标原来是这样 这是我一年想达的目标 然后你就每天下一步 当然你光有目标不行 还是得设定计划 对吧 你每天做的事情是不是都像 刚才说的这个四个目标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 你哪怕找到三个两个也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都像这几个目标 每天都在前进 哪怕前进一小步 只要你每天都为这几个目标做了一件事 特别小的一件事 让你能进步 那也就值了 那就等到这一年下来 你就比别人强 不光是比别人强 比自己强 比你过去的自己就强了 这就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跟别人比啊 刚才说错了 那段 那咕噜掐了 就是跟自己比 然后你就比之前的自己就强了 你就觉得 今天我又跟昨天前进了一步 今年我又比去年前进了一步 今年我又达到这个目标 哪怕你没有实现 你也能差不多能达到50%的目标 那也行 如果你不设定目标 像我上次说 你每天不计划 对吧 怎么利用好时间 你不计划 哪怕是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不计划 你第二天可能就 稀里糊涂就过来 时间揣一下就过去了 现在天色渐满 时间揣一下过去了 你就根本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还是要计划 有计划 你才能实现 您都没有计划 都不知道那靶子在哪 那枪你打 还能打中目标 肯定打不中 你现在有个靶子 好 知道往那描 哪怕你 就是离中原心点 还差一点点 那也没关系 对不对 所以计划是非常重要 有了目标 你就是有笨头了 然后你就知道每天 那我就 比如说 比如说我 我之前设定 就是说 我要成为 中国第一 健身女神章 对吧 至少我觉得 那我这今年 可以提高我自己的身材 自己的体能 对吧 我现在是每天在健身 过去也就是每天都是在健身 大家看到我这个 Instagram 或者是我这个微信朋友圈里发的一些文章 对吧 发一些照片 然后我想把我这个 今年我创业的这个十周变身计划 我到时候可能之后的视频再跟大家汇报一下 然后把这个计划怎么着能变成中国 就是关于改变身材 大家一提到改变身材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十周变身计划 就要了解它 对吧 然后关于我自己的 个人的目标的话 那可能就是 我想练 这个 这个倒立 对吧 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目标 刚刚才就说的我这个 economic economic 这个职业上 事业上的这个发展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就是 当然是我自己 你自己可能有你自己的这个目标 真的是不要紧 什么样的目标都不要紧 最关键是你对它有passion 有激情 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你才能达到 所以今天 希望你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也把自己目标写下来 知道自己的四个目标是什么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就是 疑问的话 或者你觉得 今天我讲的怎么样 也可以跟我交流 或者你在下面留言 写下出来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就不怕别人看的话 对吧 可以写下来告诉我 或者你觉得看 今天这有没有帮助 或者你平时是怎么设定目标的 也都可以跟我交流 当然包括你还想听什么话题 都可以 就在下面 跟我留言就可以 我都是可以看到的 还是别忙 如果你刚才设定的自我发展的 第一个第一大方面的目标是 关于改变身材 关于这个减脂 这个或者减脂增肌塑形 等等都可以 不管你是男是女 想改变身材的话 那你就来找我 对吧 还是找我 十周变身计划 做看我的十周变身计划 然后已经帮助了那么多的人 都改变了身材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朋友圈里 或者还有哪儿 朋友圈里主要是 然后包括在网上 对吧 都是有大家改变身材的 这个细讯和它对比的照片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激励你 当然也详细的情况 可以看一下我的网站 就是access10zhou.com 就是周的那个全篇 十周变身计划 或者你百度 这个Google都可以 这什么东西老想 然后看一下 我的网站适不适合你 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因为加的人就太多了 然后就可以 我亲自会咨询你 也许回答时间没有那么及时 但是还是别忘了 就是留言就好了 我肯定会看到的 因为加的人太多 已经加到5000人了 所以不用担心 我肯定会能帮你的 所以只要求你下定决心 有这个决心 你就能改变 对吧 这个很重要 这也是我在职业上的 这个目标了 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改变身材 好吧 然后如果你今天 学到一些东西 就别忘了 like我的视频 继续关注我 然后我还会给大家分享 更其他 更深刻 更不知道啊 我是不是引领 这个中国一代潮流的先进思想 什么 没有 就是 就平时一些 瞎想的东西 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什么对啊 错啊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 所以也希望多跟大家交流 有什么事就跟我留言就可以了 然后就别忘了关注我 然后点赞 其他没了 然后好好看你的目标吧 然后别忘了 每天都向你的目标前进一小步就可以 每个目标前进一小步 就行了 就这样 然后到时候您就能实现您的目标 因为习惯就是最重要 这是大家都忽略的东西 都是想一夜暴富 一夜瘦身 然后一夜怎么样 成功成名 不可能的 就是看你的习惯 习惯就是大家都没告诉你的 只是让 让说一些 这个特别快速的东西 让你去特羡慕是吧 就是给你听的 其实最关键就是改变你的习惯 每一个决定 你做的每一个决定 吃这个不吃这个 干这个不干这个 说这个不说这个 决定去这还是去哪 都最终就构成了你现在的生活 你以后的生活呢 是可以改变的 并不是说你现在是这样 以后你就必须这样 每时每刻你都可以去改变 瞬间你就能改变你的生活和你的思维 就是看你的 还是得多看我的视频啊 就是这样 又回来又自话了 行了行了不说了 又扯半天 那咱们下回再接着聊吧 拜拜